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与其说是进攻 不如说是把攻字或者攻击的击字变成一个杀 攻杀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或者说是对杀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盘棋是非常刺激的了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棋局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 这盘棋是板田先生之白 他的对手叫龚下秀阳 这个龚下先生是很有意思的 龚下秀阳他有一个绰号 他绰号叫做猛牛 猛牛龚下 是大家听到这个怎么讲 听到他的这个绰号 就应该对他的棋风多多少少 我想应该有一些的了解了 非常的猛 非常的刚直 这个牛劲 他说有使出了牛劲 或者说是这个牛脾气 两种维度上去理解这个牛的意思 大家都能够 我相信就能够议会了吧 所以说这个龚下的棋是非常刚硬的 那下到现在这个局面 可想而知 我们可以看 已经进入到了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阶段 白棋是一 二 三 四 四块棋不活 其中这块棋已经身陷重为奄奄一息了 那这块棋如果死了的话 我们看黑棋本来是一 二 三 三块不活 但如果白棋这块棋死了的话 黑棋全活了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说白棋这几颗棋子 就是右下的这一块棋是绝对不能死掉的 那如果白棋这块棋要想活的话呢 它局部来说单纯做活已经是不太现实的了 除非你靠这个 这个接线手 大家看 这个有个棋紧嘛 就是黑棋要补 靠这个 然后在底下去想一些什么 搬一个呀 搬了什么在 这个 怎么去做演啊 等等的 就这种很奇奇怪怪的下法 不过这个好像看上去白棋也是没有活了 因为这个打吃先手 哎呀 总之就是人入偷生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呢 白棋 这块棋呢 我们就不考虑它能做活的问题了 那如果它局部活不了 那出头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已经是被黑棋分断了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把黑棋外面吃掉 吃这块棋暂时不可能 就是说 白棋现在只有一条出路 就是要去拼了命的 去把黑棋这四个子 或者这五个棋子吃掉 不然这盘棋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个局面来说呢 我们跟之前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进攻的方式 有很大的不同 之前我们叫做攻击或者叫进攻 这盘棋呢叫攻杀或者叫对杀 就是一定要杀棋才行 可能大家会看得更过瘾一些 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于对于大师来说 直线的攻杀反而是最简单的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答案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白棋这块棋有几口气 如果轮黑一下的话 黑棋冲 白棋打 黑棋扑 白棋提 黑棋打吃 这都是先手 之后呢 黑棋这个地方有毛病 黑棋要外面补一个 那么黑棋补了一个之后 也就是说黑棋冲了一圈 花了一手棋之后 白棋还剩一二三四 四口气 四口气加上这个黑棋补的一手棋 是几口气呢 五口气 对 也就是说白棋这块棋是有五口气的 五口气看上去非常的紧 这才有五口气 但是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你放眼望去 黑棋这两块棋 我们要不跟他杀 要不跟他杀 他也才四口气 对不对 还轮我下 还轮白棋下 所以说五口气 虽然很紧 足够了 要对付他们俩 应该是足够了 所以接下来 白棋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气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有多多少少许有关系的 对 我们接下来再说 实际上白棋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 把黑棋封锁的问题 怎么样去吃掉黑棋的问题 要吃掉黑棋 首先你必须要去制造一个 能封锁住他的一个场景 对不对 实战白棋下了一步妙手 这步棋是绝妙 如果说 我看实战 黑棋跳 这个时候白棋 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次序 这样黑棋只有双 白棋再去 下了这几个交换之后 白棋再去动手去杀黑棋这块 是接下来会发生一些故事 如果你不嫌下 这个会形成什么样的 比如说 我们说我先走这个好不好 我就呆呆 呆头呆脑的往这天上走一个 会发生什么呢 就坏了 你如果走这个 黑棋冲 白棋打 我们记得吗 白棋有几口气 五口气 对不对 但是黑棋现在在外面补一个之后 白棋就只剩四口气了 然后黑棋可以扑掉 打掉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就只剩下四口气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个跟黑棋这个交换之后 实际上白棋撞了一口气 不要以为这个看上去 黑棋在外面走了一个 实际上它走一个是收你一口气 这个时候你再去封锁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办法紧住黑棋的气去封锁 这个都不可以的 就只有走在这 这个时候很简单 人家一收气 白棋局部就慢一气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刚才说白棋不用考虑气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也不尽然 就是说你在外面对杀的时候 我们知道五口气能够足够了 但是同时也要小心 白棋实战走这个是妙手 黑棋跳 这个时候白棋再来并 如果你还是像刚才这样走的话 白棋再一冲 就是白棋就可以紧住黑棋的气去封锁黑棋了 这个是从逻辑上来说 白棋介绍起的用意 那么黑棋双 接下来问题来了 接下来白棋怎么办 怎么样才能够杀掉黑棋 绕过了一个 度过了一个危机之后 马上其实白棋要面临的是第二个支离陷阱 第二个支离陷阱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去吃掉这五个棋子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个 看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 首先白棋要完成第一个目标 是要封锁黑棋 封锁黑棋是有办法的 白棋靠这个就可以 这个时候黑棋不能搬 这搬被白棋断 这个搬被白棋断这不行 所以它只有长 只有长 这个时候白棋先冲一下可以 这个是先手 那么白棋再贴 这样看上去 局部是可以封锁黑棋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长 那么它一拐 这拐是绝对的先手 因为这个地方要把黑棋三个子冲死 所以说你如果要补 那白棋打住 这样就把黑棋封进去了 但是封进去这个问题没有结束 封进去之后 我们再回屋头来一看 黑棋冲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那么白棋这几 实际上黑棋这个 我们看黑棋一个双一个 紧了白棋一口气 这个接一个也紧了白棋一口气 刚才白棋五口气 现在只剩下三口气 你再一挡被黑棋一扑 游戏结束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是一个死棋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细心的棋 我就会发现了 不对 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不挡这个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先冲这个 在挡之前可以先冲这个 对 你说的非常正确 如果冲黑棋接下的话 白棋再挡 这样紧了黑棋一口气 黑棋就不行了 但是 所以说这个里面是重重的致力陷阱 这非常有趣 但是黑棋还有妙手 妙手是什么 就是在黑棋冲这个之前 黑棋可以先交换一个次序 就是在这顶 下一个大足手 这看上去是一个 好像怎么讲 是一个跟下面对杀和封锁 毫无关系的一步棋 其实是一个绝妙的一个妙手 顶的时候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挡 这样黑棋冲过来 这三颗棋子就被白棋 黑棋吃掉了 或者说你就挡不住了 所以顶是一个命令型 就只好站上 白棋只好站上 有了这步交换 黑棋再冲 白棋拐 黑棋再接 接下来 所有的棋都变成了 这个必然的 就是你 这下白棋现在冲不到了 如果冲的话 黑棋就拐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只好挡 那么下成这样 由于有了这手交换之后 让白棋没有办法冲到这下 黑棋再去冲 这个局部 就会形成 黑棋快棋 沙白 所以说 分析到这儿 看上去 白棋一切的努力 又化为泡影了 由于有黑棋 这个俗手一顶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看 白棋这个靠 看上去能封锁黑棋的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能封锁黑棋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 即使像是那样 还是不行 真是替板田先生捏一把汗 现在白棋该怎么办呢 实战 板田先生给了我们一个 大大的惊喜 又是一招绝妙的妙手 我们先停顿一下 给大家一点点思考的时间 我们回过头来说 现在白棋第一个目标 是一定要封锁黑棋 离开了这个目标之后 什么都免谈 你如果不杀他的话 白棋自己就死了 第二个 我们说 看上去这么紧凑的靠 居然差一气 就是居然封进去了之后 自己还是要曼一气 五口气 居然杀不过人家三口气 因为你要在外面去 这个花手术去封锁他 对 这是两个条件 既要封锁他 同时要紧住他的气 怎么办 好 我们来介绍答案 实战 凌空一挖 这部棋可以说能 如果是放在今天来说 也能够上年度妙手的 就这一套组合拳 先是罩这个 然后再一挖 这个可以上年度妙手 非常的了不起 这个时候黑棋如果冲这个 白棋断 黑棋提 那么白棋连斑 这样黑棋局部 这个棋筋就被吃掉了 你只好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恰吃 黑棋提掉 白棋从后面打吃 这样黑棋六颗棋子 迄今就会被白棋吃掉 当然了 这个结果来说 可能黑棋也只能这么下 但是从事后来看 黑棋应该这样下 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提掉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说猛牛 公下 公下秀阳九段 他还是想去吃白棋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目的 所以人搞来搞去 变成了一个弃子 这不是他的初衷 所以说他实战也不肯接受 这个结果 白棋挖的时候 黑棋他没有冲这个 他是选择了冲在上面 由于有了这手棋的交换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白棋再一靠 这个故事完全不同了 黑棋还是长 白棋再一冲 黑棋挡 白棋再一贴 由于有了这招棋的交换 撞紧了黑棋一气 所以说接下来 如果黑棋还是冲 白棋拐 黑棋接 白棋就挡住 这样这个局部 黑棋就卖一气被杀掉了 所以说下到这的时候 实际上贴的时候 黑棋就无以为继了 要么就是这三颗旗巾 要么就是这中间的旗巾 就是已经难逃 这个结束了 就是必然会死一遍 所以说下到这儿 实际上这盘旗也就 呃 嘎然而止了 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 进攻啊 我们说攻击 我们的主题 围棋攻击法 板田先生的这个 犀利的攻击的手段 背后是要有多么强大的 这种力量 这种计算 作为后盾 作为基础 才弹得上进攻 这盘旗就是一个 非常鲜明的例子 在面对着双方对杀 这么复杂的局面的时候 板田先生给我们 绣了两招妙手 呃 剃刀板田 名不虚传 呃 说到这儿呢 其实 也大家别怪我 啰嗦两句啊 呃 要下好围棋 我们 先 远离一点主题 先稍微的这个 跑题一下啊 呃 要下好围棋呢 实际上我们 一般来说我们要 就是呃 前人的说法 我要具备两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呢 是对局部的计算能力 或者说是 嗯 具体的 问题的 处理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 前提 第二种能力 是对抽象的 逻辑性的问题的 理解能力 这是第二种能力 要下好围棋 作为我们人类而言 这两种能力 缺一不可 呃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什么叫做具体的问题的 这种处理能力呢 这种处理能力呢 比如说 就像这盘棋这样 实际上它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呢 是居于一个局部 它是一个封闭型的一个局部 这个局部是有边的 是有边界的 是封闭起来的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个局部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就叫做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力 呃 对于围棋来说呢 往往是这种能力体现在 什么地方呢 是中盘和关子 更确切的说 就是封闭的死活体 死活能力 和具体的收官的判断能力 呃 局部手法 呃 目数目数判断 就是这 两个方面 呃 这两个方面呢 是我们可以说是架构 你的围棋呃 能力的 围棋实力的 围棋技术的一个基本功 但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讲围棋 攻击法 我们讲的是攻击 攻击是什么呢 攻击并不是指的 很具体的这么一个能力 处理能力 我们讲的是第二种能力 第二种能力就是抽象的问题的理解能力 进攻 是一个概念 进攻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一种方法 很具体的一个招式 并不是这样的 进攻是一种概念 呃 我们一再强调就是攻击 不是 目的 攻击只是一种手段 换句话说 进攻是一个很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它里面就是有 不断的会产生逻辑 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 往往是一个模糊的 是一个很 就是 呃 不是一个计算 简单计算就能解决的问题 涉及到更多的维度的判断等等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第二种能力呢 是我们围棋来说 想成为高手来说 可能是更大的障碍 是更难的 因为第一种能力 你通过不断的去训练 做死活体也好 在实战中训练也好 往往都能提高 但第二种能力呢 可能就需要一定的天赋了 这也就是像我们这种棋手 像我这样的指评的棋手 跟这个大师的差距 啊 往往就在这 所以说 嗯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了解的呢 或者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师 跟大师学习系列 我们要去 呃 这个 呃 板田先生 是作为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系列里面的 第一个要学习的大师 就是我们跟他们学什么 我们跟他们学的是哪方面的能力呢 应该说是第二种 对 但是回顾头来 我们今天的这个局面 或者今天的这个问题 今天的这盘棋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是这两种能力实际上是缺一不可的 这两种能力实际上是 呃 应该说是 具体的问题的处理能力 是抽象的问题的理解能力的一个 根基 它是一个基础 板田先生的这盘棋 给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示了一下 他的这种手段 他的这种力量 他的具体的计算力和爆发力 呃 如果说把这盘棋 排除在围棋攻击法之外的话 那我想也是不合理的 呃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可能我们刚才说有点跑题了 那么也是我想呢 通过这个呃 讲的这个系列吧 跟大家呃 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话题 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如果觉得有道理的话呢 我们下期我们继续聊 好的 那我们这一期呃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